新加坡的中小学校与中国有什么不同 如果拼满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大家都要抢占地盘 新加坡人学习华文的要求 有哪三种标准 这就是我刚才上课讲的 就是第二则预言 预报相争 走进女子中学校园 女生们在学校过着怎样的生活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第48集 《师城记忆》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大一路》设置组 继续在新加坡的形成 由于面积较小 新加坡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 人力资源是他们发展的源泉 新加坡教育部提出 教育要提升公民的素养 使学生拥有全球意识 和跨越文化技能 最终形成互相尊重 自强不息的价值观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在上周的节目里 《设置组》已经访问过 新加坡的知名学府 而这里的基础教育 同样有很多独到之处 南洋女子中学 就是新加坡非常著名的学校之一 设置组来到这所中学 这里呢是南洋女中 我们的向导老师也在那 是南洋女中的一位华文老师 朱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欢迎 学校好漂亮啊 对呀 我们以我们的校舍为荣啊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校舍是哪一年就已经建成这样了 1999年我们搬过来 99年的时候 对对对 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 创立于1917年 是新加坡的公立中学 女子中学实行单性别教育 只招收女生 这是基于男女学习方法有差异 所以根据性别将她们分开教育的理念 培育懂得反思 反应敏捷 有责任感的女生 我看到这个走廊上也挂了很多 像这样的书法作品 但写的内容其实是很好的 这些内容都是你们特意安排在走道上 这样展示出来的吗 是的 我们特别挑出来 然后就希望说我们请书法的同学 书法班的同学 让他们作品呈现出来 然后去表起来挂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你看这儿都是摘字论语 对 遂寒 然后之松白 之后凋液 对 希望同学能够明白 就是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能够去尝试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像这个学而不厌 费人不倦也是一样 就是取字文语 就是希望对他们的学习能够起激励的作用 那么上面还有同学写的弟子规 还有弟子规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 号召新加坡人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 并把忠孝仁爱 礼义廉耻 作为新加坡政府的治国之道 在教育方面 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为规范教育 所以许多新加坡的中小学生 都对弟子规 论语 孟子等经典古籍耳熟能详 我看他们那个头眼头在黑板上 从窗户透过去可以看 还有公布熊猫三 这些课他们在上什么课啊 卓老师 他们在上地理课 地理课 对 当然老师用平板电脑来教学 所以对 我们进去一下 可以进去是吗 对 老师还在教课 孩子们的这个书桌上 基本上是没有摆我们常见的那种课本 大家都是拿这个平板电脑来学习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创新是吗 对 对 这是我们所有中学年纪都用平板电脑来教课 这当中有没有从中国过来上学的孩子 有啊 有一位 还是对我们比这个表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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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卓老师介绍说 你是从中国过来读书的学生是吗 上海 是从几年级就过来读了 四年级啊 谢霓云来自中国上海 现在读中学二年级 她对我们讲 南洋女子中学的许多课程与作业 老师都是应用平板电脑布置的 就是这里是不同的那个科目就是有历史英文语文化学这些不同科目 然后点进去的话呢就是关于历史的一些需要做的作业 然后等到老师什么时候让我们要做了然后我们老师会让我们去这个去这个然后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那个历史的一个一个专题作业 然后是属于就先是跟我们讲要做些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填进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做 在新加坡学生在中学一年级至二年级 要修读英文以及母语数学普通科学文学历史等考试科目 此外还有公民与道德音乐体育等非考试科目 当学生读到中学三至四年级时可根据成绩选修课程 这些选修课程有文科理科商科和工艺科等 南洋女中是一所特选中学 使新加坡从1979年起通过特别辅助计划和华文语言特选课程 让学生掌握华文与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学校之一 如今新加坡全国已有11所特选中学 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都要修读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与英语课程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南洋女子中学的华文课 您好老师可以打扰一下吗 我们刚才一直在外面旁听您的课 请问您是本地人还是 我是从中国苏州来的 中国苏州来的 来这儿教学已经有几年了 十年 真正十年了 十年时间 我刚才听您在教大家这个邯郸学部 好像您只是给大家念了一遍课文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椅子转过来 然后开始自己的讨论了 在这边教授这个中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我们就是主要要惯出一种少教多学 就是说尽量不要满堂惯 就是能够引导着学生自己去理解 像今天他们会学两则预言 这个是第一则 老师对我们说 南洋女子中学的教学理念强调主动学习 鼓励大家从学生的角度去思维 提问 评价获取的信息 强调查询 学习过程和技能学习 因此促进人知识的转移 这个小组全部都是新加坡学生 你们好 你们好 我刚才印象很深一点 是我刚才看到他就在用这个平板电脑的时候 你还经常会用手写输入的方式去写是吗 对 所以说好像课本中有时候会认不出几个字 就会在iPad里面画出来 然后找到他的汉语评 那对你来说就是学习这样的课文有困难吗 大多数都不会有困难的 像你平时在家里面会用到华文交流吗 有时候会 大多数不是用英文 可是有时候我父母喜欢 好像特意为了让我训练用华语 像话就与我用华语沟通 由于新加坡的多元种族 对学生华文水平的要求也不一样 按难度分为高级华文 快级华文和普通华文 在南洋女子中学 学生们学习的都是高级华文 难度是全新加坡最高的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课文吗 好的 这就是我刚才上课讲的 就是第二则预言 预报相征 像这个课本是不是跟我们在国内使用的课文 也都不一样 对 也是不太一样 首先这个课文的编写 它是以主题式单元 以这样的体力进行编写的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就是加续加义的继续文 然后它要换书的孩子的主题 就是说要关怀弱者 给予和关怀 跟国内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它对课文的要求 就是理解的没有国内那么深入 在新加坡 所有中学生必须参加至少一项的课程辅导活动 辅导活动的表现将作为下一个教育阶段的入学参考依据之一 自1993年起 南洋女中成为新加坡的自主中学 可以为学生增加一些特别课程 设置组来到一堂 正在进行游戏数学课的课堂 数学老师陈诗婷带我们走到孩子们中间 这个他们要从这里排起来 然后要连接起来 谁得到 谁占更多的地盘谁就赢 就是每个 你们每个人是在用一种颜色是吗 对 现在我看 应该是不是绿色占的分数多一点呀 感觉好像满眼绿色多一些 其实蓝色也不少 蓝色最少 那你不可以再放个迷迷金属 其实对 就是它其实它的那个 就是要把所有的方块都放到上面 如果拼满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大家都要抢占地盘 这样的几何拼图游戏 在中国并不罕见 但很少把它应用到数学的教学之中 新加坡教育部倡导创意师教学 要求教师要耐心等待 学生的创意过程 让学生在过程中发现 在讨论中碰撞出新的创意 让学生在求知的过程中 体验发现的快乐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 这个叫Figure Figure 那它是在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游戏 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所以首先我们这个手上有五张卡 所以这是一个很像数学游戏 数学游戏 所以我们很像 因为有五张卡 如果像两个卡有同样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们就放在桌子上 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可以看 你看 这两张卡上都有这样的数学式 这个是负二除以一 还是等于负二 而负一减一也是等于负二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 两张卡上的数学式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 同样的结果数字 这样就可以把它出出来了是吧 对 陈老师对我们讲 游戏数学课的课时只有三周 是每年六月份同学们自己报名选修的课程之一 此外还可以选修逻辑数学等其他课程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提出的少教多学理念 学校通过调整 课程安排 修改教材 促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 把时间尽量多地留给学生 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思考空间 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理 学校都会开展怎样的活动 里面装着水啊 然后就是说品仓师说他们要先进手 先洗手 拜访南洋女子中学校长 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有怎样不同的理念 在我们的校歌里面 我们每天让孩子们唱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跟时代一样进行 也就是说教育本来就是准备明天 不是为了今天而已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第48集 《诗诚记忆》正在播出 新加坡拥有小学197所 中学147所 新加坡的学生在小学三年级参加考试后 就会实行分流教育 依据学生水平 分别有特别课程班 快捷课程班 普通课程班 使学生根据自己的才华 进入不同的学习层次 能被录取到南洋女子中学的学生 成绩是在全新加坡前3%的优秀女生 入学之后 学校在针对她们开展不同课程 周老师前面是在有什么活动吗 特别热闹 对 这原本是餐厅 但是今天我们学校的是 庆祝种族和谐日 那全新加坡7月21号 就是我们政府定为一个种族和谐日 就是提醒新加坡人 就是种族和谐的重要性 每年的7月21日 是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 这是由于在1964年的7月21日 新加坡曾发生过大规模冲突 为避免种族冲突重延 政府设立这个纪念日 提醒国民 部分种族 语言和宗教 能够团结一致 为新加坡做出贡献 现在是在让他们品尝这个 对 品尝马来糕点 他们这个里面装着水 水服 然后就是说品尝是说 他们要先进手 先洗手 对 先洗手 就是一个用餐的礼仪 所以就让学生能够真正去体验 去了解 包括他们吃的食物 是马来族的这个食物 但是包括他们的用餐礼仪 也要遵学马来族的礼仪 因为在马来西亚 他们就是这样直接用手吃的 对 马来人用手吃 而且刚才老师有他们讲说 你用手吃的时候 必须用右手 就是用右手 右手是不一样的 马来老师对我们说 在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 他们会向学生们介绍 马来族的各种风俗 包括婚礼 饮食 去马来人家做客 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装饰 则说明马来人家在办婚礼 这就是马来婚礼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装饰 是吗 对 所以他们如果说出席马来婚礼 一般他们都会喜欢在植物楼下 因为比较轻 那么你只要找到这样的一个装饰品 就是在那个婚礼的地点 住在那个地方 在所有的习俗中 马来人最重视婚姻方面的习俗 婚礼要举行并做礼 并在前两三天就有 释发与染手掌的仪式 如果不清楚 非常容易造成误会和冲突 所以新加坡的众小学生 都会学习和了解这些基本礼 种族和谐日的活动结束 同学们纷纷回到各自的教室 继续一天功课地学习 为了加强华文水平 南洋女中专门在中国 聘请一部分教师 来参与教学和管理 在李小辉老师的带领下 设置组来到办公室 这是我们的华文组的办公室 华文组 也就是现在这个区域 都是教华文的老师 那是中国来的老师偏多一点 还是本地的华文老师也很多 有一些老师是来自中国的 然后有很多的老师 都是本地的老师 我们在一起工作 这个比例占到多少 比例大概百分之 五分之一吧 五分之一左右 是中国来的老师 对对对 剩下的都是本地的华文老师了 李小辉老师来自中国 是中学二年级的年级主任 他对我们讲 中国的女子中学不多 在女子学校教学与普通中学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女孩子有女孩子特别的可爱的地方 她们很听话很乖 但是我们说有时候女孩子 也会碰到一些特别容易伤心 特别容易难过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工作要做得特别细致 然后我们学校还有一些热线 她们叫洋葱 洋葱 对 当她们有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 她们有些时候可能会悄悄地打一个电话 然后我们的心理辅导团队的老师 就会及时地帮助她们 新加坡的中学生早上八点上课 下午两点下课 进行课外辅助活动 虽然看似轻松 但学生们面对的压力并不小 我们看到另外一位语文老师 正在批改学生的试卷 您好 您好 杨老师 在改卷子呢 在改卷子啊 对对对对 这是什么卷子呀 中四毕业的学生的理解问答的卷子 哦 这个是她们的作文是吗 对 这是她们的作文 又看到了熟悉的这种稿纸 我们看一下这作文题目 有人认为家长应该教导孩子 用最好的方法做一切事 不让他们犯错 也有人认为家长应该给孩子 自我发展与探索的空间 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 嗯 对 哦 她们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吗 对 这叫材料作文 就是给她材料不同材料 然后你要通过你自己的平时的积累 包括看新闻的积累 嗯 然后你要写出来这两个材料 你怎么理解 然后你去分析 嗯 杨刘老师教中学四年级华文 她来自中国北京 她对我们说 南洋女中的教学理念认为 学习是一个建构过程 学生在这个建构过程中 储存有组织的信息 并将课文或教师传说的知识 转变为有用的技能 我在北京的这间中学 是失重点 所以她高考成绩都很好 然后孩子们进来这个学校 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 拿一个好的高考分数 目标很明确 对 目标明确 所以我来了新加坡教书 我会觉得学生除了学业以外 还有比如说课外活动 你也要很重视 像我们做老师 在北京我只需要教书 其他我都不用去想太多 但在新加坡我教书 我还要 教书以外 我还要负责一个课外活动 比如说我自己负责是Chinese drama 叫华文戏剧 然后呢 是吗 对 我们学生全部剧本 自己写 自己导 自己演 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这种压力 不比中国学生少的原因是 他除了要应付学业 他还有课外活动的这种 比如说参与一些活动啊 然后比赛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工作要做 学生来说 然后除了课外活动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参加 因为我们学生都蛮好的 所以他们会参加一些比赛 像我们昨天还有劲爆剧场 然后成语 全国成语大赛 然后都有我们的学生去参与 然后拿到很好的名次啊 大概这样 所以学生们这个压力 我觉得不比中国的学生少 也是蛮大的 新加坡的学生在进入中学之后 仍然存在分流 学校会根据学生的成绩 分为快捷 普通 与特别课程 同样一个年级的学生 会根据不同能力 教师用不同方法进行教学 2004年 南洋女子中学 获准开版综合课程 也就是所说的直通车 在这个课程下 学生只需参加高级华文 及第三语文的欧水准考试 在女子中学就读四年后 直接升上华侨中学高中部 所以这里的课程相对单一 都是高级班课程 设置组来到校长办公室 王梅凤校长热情地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你好 欢迎你来到南洋女子 很久没有进过校长办公室了 还有点尽叫 不要这么说 其实我这里的一项的工作方式 就是只要门开着 谁都可以走进来的 随时都可以进来 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同学们都可以的 真的有同学会过来吗 也有 但他们一般很少自己一个人来 就是可能就几个同学 一起来给我讨论一些学校的事情 可能告诉我学校 最近发生了一些新鲜的事 他们会来的 本来是很紧张 但是见到王校长 这么灿烂的笑容 马上就放松了 王梅凤校长 曾担任过南洋小学的校长 他对我们讲 自己也是别于南洋女子中学 能回到母校担任校长 他非常高兴 都是孩子们送给我的 就是当时我离开南洋小学的时候 那些六年级毕业生 他们觉得他们毕业了 校长也毕业了 就送了我两只 穿着毕业袍的小熊 然后你看还戴着南洋小学的那个校徽 是 对 那么其他都是 好像有一些是 好像这个 其实是我的美术老师做的 所以他是用纸折 其实是一个 首饰可以 对 对 对 所以我一直都珍藏着 大大小小的东西 对 对 对 都有 这有一张照片特别悬眼 对 对 对 这位也是我们南小的校友 南小的校友 孙燕姿 对 对 他当年也来为学校 因为当时我们扩建校舍 他为学校帮忙筹款 所以就跟他有这样的一张照片 很多年了 大概八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你一进来会觉得 这个校长办公室就是很温馨 就是因为这有很多就是 大家情感的基点 王梅凤对我们说 从事教育行业最大的快乐 就是来自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的 尊重和喜爱 他所理解的教育 也并不仅是把知识灌输给孩子们 而是鼓励孩子们发现自我 发掘潜能的过程 在我们的校歌里边 我们每天让孩子们唱 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跟时代一样进行 也就是说 教育本来就是准备明天 不是为了今天而已 它是为了孩子们的将来而做准备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 当然就是我们要看到21世纪 到底我们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学生 一个怎么样的孩子 一个怎么样的为社会贡献的人 所以在可能孩子们的这个 就学问啊这些 当然是一定要的 他们来上学 肯定他们要增加他们自己的学问 但是呢 可能更重要的还是 他们自己本身的可能价值观 在这样讯息万变的这个社会里边 到底怎么样的孩子 能够真的可以是中油砥柱 可以在就是很忙很乱的 这样的社会的 尤其是都市生活里边 还能够保持自己心中的一把尺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王梅凤对我们讲 南洋女子中学的校训是 学校的愿景是让每一名学生 都能成为备受社会尊重的人 真的也不能够只是跟孩子们说 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 他应该怎么样 这些是小学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学了 身上初中可能更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应该这样子做 那你怎么样子来表现出来 对吗 例如说你知道面对可能老弱 你应该去帮忙他们 协助他们 但怎么帮呢 所以我们是让孩子们 直接的到社会上去 做一些实在的工作 而不只是停留在课堂里面的 讨论而已 所以我们的所谓的体验式的学习 是现在教育里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初中山的学生 可以到马来西亚的那个海边 从一个岛划船到另外一个岛 一次划可能就要划四五个小时 就在汪洋大海 对对对 我三月份的时候也跟着他们去划 校长能划他们就肯定能划的 当然我们的那个所谓的 其他的那些准备的功夫 要做得很足够 就是万一海浪很大等等的话 要怎么样子应对 但是对孩子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训练 那一些孩子可能平时在家 也不搭公车 可能家里边有父母亲 或者甚至有司机 载着他们来上学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 就不让他们这么舒服 出国去做交流计划等等的时候 都让他们去搭公车 让他们自己去 不懂的时候去向路人来询问 建立他们的信心 真正去体验生活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比较新的一些尝试 王梅峰对我们讲 女学生大多比较羞涩 在校园里 老师们会鼓励他们 多多提问不断反思 自动自发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南洋女中是一所强调双语 双文化的学校 所以他们会尽心培养孩子 精通双语 了解东西方文化的精髓 融入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的社会 女孩子一般上就是 语言的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们对双文化 双语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这个你有了这个语言 你可以打开不同的窗口 你可以跟不同的 不同的国家 不同地区的人来沟通 我都希望我们的女生们将来 都真的可以为人类历史 能够付出 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假使他们是一个医生 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他可能在医药方面 在医者和患者之间 可以有更好的一种信任的关系 假使说他是一个政治家 包括你看我们现在 新加坡内阁唯一的女部长 就是我们南洋女中的校友 我们都希望说 看到他是为民服务的 一个政治家 而不是一个只是空谈 只像谈兵的一个人而已 所以这个我觉得 在新的时代里边 我真的希望看到 更多的女孩子 可以承担更多 更重要的任务 能够真的撑起半边天 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 已经成立99年 校长与老师们 正在紧张地筹备 明年的百年校庆 设置组离开校长办公室 继续在南洋女子中学的行程 走进南洋女子宿舍 布希邓的宿舍 有怎样不同的规定 他们需要有一个电子点名 告诉我们 他们去学校了 我去上课了 然后晚上你看 七点到七点二十分 看望中国小留学生 在新加坡留学的女生 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年有两个大的学姬 然后每个学姬 又包括两个学段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大一路》第48集 《诗诚记忆》 正在播出 南洋女子中学 有教职员工200多名 再及学生有1700多名 其中有一定比例的外国学生 他们的宿舍区就在校园旁边 因为南洋女中有很多留学生 现在我们从南洋女中出来 对面就是他们的女生宿舍 汤老师您好 不好意思 久等了 其实走到这之后 是不是男生就不能再往里进了 对 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男生止步了 但是今次的话 我们欢迎远方来的客人 所以获利让你们一起进去 因为我们的摄像大哥 包括编导老师都有男性 所以我们必须得一块进去 这也是个特例 不过也是探秘一下 女孩子都住在这儿 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进去看看 他们在这儿过得怎么样 那跟您进去 欢迎来到南洋女生宿舍 好 南洋女生宿舍 成立于2000年 是新加坡第一所女生宿舍 也是唯一的全女生宿舍 宿舍位于新加坡第十区 这里居住着来自包括南洋女子中学 在内的许多学校的留学女生 这边就开始进到他们的宿舍区了吗 其实还没有 宿舍是去前面那道门 还在往里走 对对对 这里是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所有的宿管老师在里面 那孩子们 他们每天从学校回来之后 到了这个宿舍休息 晚上还可以自己再出去活动一下吗 这个不可以 因为我们七点左右的话 那个宿舍门口的 我们印度阿姨就会拦住了 不给出去了 除非你有一个申请晚归的正当理由 然后我们会看到那边有一个电子点灵仪器 是这个是吗 是是是 有点像那个上班的打卡器 对对对 这里其实也是很类似的 我们用指纹 所以每个女生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给她们录入指纹 然后我们的系统里面会有 她的指纹按上去 她才可以开这个门进去 所以这个玻璃门也是按照指纹进去 那么另外你会看到 早上女生出去的时候 她们需要有一个电子点灵 告诉我们 她们去学校了 我去上课了 对 然后晚上 你看7点到7点20分 这是我们中学阶段 然后8点到9点20分 是高中阶段 然后这些女生会在这个时段 电子点灵一下 告诉我们 我们回来了 而且我们在宿舍 汤老师对我们讲 新加坡教育部多次颁发 最佳宿舍奖给南洋女生宿舍 这里有三栋四层楼的住宿楼 经过申请 汤老师带我们去看望 几名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 可以进来吗 你好 我们有点放的可以 好多人在宿舍里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这个宿舍里的同学 都是来自中国的同学吗 对 我们是这些情势里的同时中国同学 但是我们宿舍也是有其他国家的同学 也有其他国家的同学 怎么这个宿舍这么多人 你们是都在这个宿舍里住呢 对 我们是在畅门的 放学了嘛 然后就可以放松一下 谁是住在这个宿舍里的 我们三人 所以这是一个三人间 是 然后你们两个人是住在 我是住隔壁 我住楼下 你住楼下 南洋女生宿舍的房间类型 有访客套房 学生住房和公寓室住房 普通的学生宿舍 两人或三人一间 这五名女同学 分别来自宁波 杭州和苏州等城市 都读中学三年级 平时的学习和生活 就经常在一起 那像现在来说 你们已经来到新加坡 多长时间了 半年多 下半年 对 大半年 大概九个月吧 九个月 我们其实就是 一年有两个大的学期 然后每个学期 又包括两个学段 每十周是一个学段 然后学段和学段之间 一般都会有一个假期 新加坡的中小学教学 分为两个学期 四个学段 从每年一月初开始 到十一月底结束 一至五月底为第一学期 六月底至十一月底 为第二学期 同学们告诉我们 来到新加坡读书 是要通过南洋女中 在中国的考试的 就是每一个城市的话 南洋女中都会给 几个学校名额 考试的名额 然后比如说我们学校 就有两个女生 一个男生的名额 然后这个名额 校内的话 是通过比试 在上面试选的 然后这些名额 选上去了以后 南洋女中方面 校长啊 还有教导主任之类的 再来考一轮 然后最后一个审的话 大概招六七个男生 六七个女生这样的 那当时那个考试的过程 包括面试的过程 难不难呀 它主要是考英文和智商题 而且它写作题目的话 比较具有创意性的那种 它会给你一个开头 然后要你接下去写 然后或者是要你 继续自己的一段经历之类的 跟国内的都不太一样 你那一年考的时候 你的那个开头是什么呀 我记得好像是 开头是一个人 边跑边回头看 然后要你接下去 女生们告诉我们 从国内的初三 考上南洋女中 需要过来 重新读一年中学三年级 相当于多年一年中学 所以有些同学考上了 也会放弃这次机会 但事实上 即便过来再读一次三年级 在新加坡 也是有很大挑战的 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住技术学校 那个时候我们是有强制熄灯 所以9点15分就熄灯了 然后店也关了 所以我们就睡觉了 然后基本上能睡一个 9个小时左右 到这边来的话 一个是要靠自己的自律性 还有一个是 因为突然感觉忙了起来 做了很多事情 特别是小组讨论 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都发表意见的话 会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你开完会回来就时间多了 同学们对我们说 虽然学习方法有些不同 但短短几周 大家基本就都融入了 新加坡学校的环境 一方面是因为 这里与中国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 这里的同学老师也都很友善 虽然他们今年都没能回国过春节 但新加坡的春节有两天公共假期 父母全都从国内来新加坡 陪伴他们一起过节 对他们而言 求学在南洋是一段特殊又难忘的经历 走到这里 我们设置组在新加坡的行程也即将结束 在拍摄新加坡的日子里 我们走遍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 感受最深的就是 中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 这里的唐人街 牛车水 而是融合在这里的方方面面 影响着新加坡人的生活 在充满美味的大排档 我们追根溯源 东南亚味道与中国的菜系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走访这里的学校 我们看到他们将中华文化 作为重要的德语理念 中国的经济发展 则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而这里无论游乐中心 住房 地铁 码头 还是客人项目 金融企业 总能见到中国人忙碌的身影 在这里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那条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 一直到今天 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影响与互动 几乎从未中断 并越来越密切 作为我们拍摄 十一集新加坡节目的收尾 设置组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全球战旅智库研究员赵江林 从国家的宏观层面 为我们解读中心两国之间的关系 新加坡因为是本身 就要一直自律打造一个国际的 这样一个城市中心地位 所以说新加坡在国际化方面 就是走的是很前列的 早在1990年 就跟我们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就是从1990年之后 就是两国关系发展是非常快的 应该说过去 应该是我们更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那么未来新加坡也更希望 就是加拿大跟中国的这种 友好关系的建设 能够更多从中国的发展中 能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然后也能够 就是为新加坡未来的发展 增添一个新的动力 赵江林对我们讲 中国与新加坡的合作非常紧密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 作为东南亚金融中心的新加坡 是中国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在科技 旅游 教育 卫生 等多方面的合作与人员往来 两国之间也十分密切 新加坡现在本身经济增长的状况 不是特别的好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应该说增长率不像过去那样 就是有一个很高的经济增长率 那么这个时候 它更加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市场 来支持它的经济发展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就是说 整个从全球上来看的话 真正有这种发展潜力的大市场 并不是很多 那么中国应该说是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市场 在拍摄新加坡的日子里 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国建设者 见到了他们的心情与汗水 坚持与快乐 更见到了他们取得的辉煌成绩 他们时刻对祖国的牵挂 让我们感动 赵江林对我们讲 一带一路 超越的协作和共同发展 将给两国的未来 带来深远影响 一个企业到另一个国家投资 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因为它不清楚 当地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程度 就是中国企业敢过去 那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 是表明了对当地的这种投资环境 存在一定的 就是很强的一种信任 如果没有这种信任的话 它是不会过去的 那么应该说 我们现在中方企业去新加坡 投资还是比较多的 甚至应该说是在 对整个东盟的比较来看 也是处于前列这样一个状态上 那么在这样一个水平上 就说明当地确实新加坡 就是能够给中国企业家 一种信心 在为期半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中 设置组得到很多 新加坡朋友的帮助 我们珍奇地感受到 新加坡人民对我们的热情与友好 让每一位身在异乡的设置组成员 都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可以感觉到 在我们关注新加坡的同时 他们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国 我希望你感觉到 related 过去的设立 我们能够费 一边最后再热情 这个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